我們來看這個終點公司 這個空間中現在有兩點 第一點 P1 它坐標分別是SEYZE 這一個坐標Y坐標 這一個坐標 分別是SEYZE P2點 它的各分量的坐標 S2 Y2 這樣的話它的終點坐標M等於多少 我們假設是SEYZE 我們來看看這個 P到M 它形成的向量 因為這是終點 終點的話也就是說 它的長度是整個一半 方向跟它一樣 那也就是說 這個 P1 M 方向跟P1 P2一樣 但是長度只有一半 你就等2分之1 P1 P2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M給長出來 所以我就得到 這等於2分之1多少呢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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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就 S2 減SE Y2 減Y1 這坐標是Z2 2減1 Z分量 那這樣的話 OM OM 就是 那個M的坐標 就等於 O P1 加上 這個 2分之1 P1 P2 那 O P1 是 S1 加S2 S1 S2 S2 Y1 還有這個 這是P1的坐標 加多少 加1分之1 P1 P2 S2 減SE Y2 減Y1 還有這個 2減Z1 那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 就等於 多少 就等於 這個坐標 是2分之2 這是SE 減掉 2分之SE 就是SE 加N2 原本 那外坐標是2分多少 Y1 減掉 2分之1Y1 就是2分之1Y1 再加2分之1Y2 那這坐標的話 是2分之多少 這就是M的坐標 所以就得到M的話 是等於這個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平頸式邊形 它那個四個景點的關係 現在我們也跟那個平頸式邊形 這是一個平頸式邊形 它的A B C D 分別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SE Y1 Z 這是S2 Y2 S3 Y3 Z3 X4 Y4 Z4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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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BCD是一個平頸式邊形的話 那麼 B到A形成的向量 就會等於C到B形成的向量 它所有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Z點-Z點 就是SE 減掉S 就是Z點-Z點 SE 減掉S Y1 Z1 B-Z 這個就是VA 這個下面的就是VA 它會等多少呢 會等於Z點-Z點 這是 X4 減掉S3 Y4 減Y3 Z4 減掉Z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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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5 5 好